作海鮮生意的楊己國為人有義氣 對下屬無價錢 領年他在南丫島的魚排 已經鑲護署頒發優質養魚場 去2008年去到馬來西亞沙巴養魚 專門培植龍等和石斑的運種龍虎斑 請了十幾個伙計 不過兩個月前來自貴州的魚場經理楊在林 被五個武裝分子弄走 據報被拜告菲律賓 消息說綁匪一度要求超過100萬美金才肯放隱 雙方曾經討價還價 楊老闆前日帶同贖金 由山打根出發 還知道坐的士時 對迎頭越線的四驅車撞到正 他和64歲的司機 兩個乘客搶救之後死亡 四驅車三個二十多歲的男女也身受重傷 至於車上演贖金 孤導說所有事都是警方手上 楊老闆的老婆已經去到沙巴前後 她透過立法會議員說 老公為救員工 對她的死感到驕傲 以丈夫為榮 全新軍專業 由社會、舊區到環境議題 揭示新聞背後的精彩故事 7月8日就會和大家見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